因爲你想看,所以我找了出來。如有想看的內容或球員,記得留言給我呀。 清田站在福田左方,當魚柱傳球時,福田微微走向左方防守,但清田向右邊跳步,快扣成功了。 櫻木沒跳魚柱,清田就不用快扣。左右移動騙起了櫻木,慢扣成功了。 看到櫻木沒跳魚柱,清田也不會用快扣。 這個出其不意的上籃非常好,可惜清田抗擾比較低。 清田用了跳步半快扣,福田跳起了,封不到大招。 用跳步沒有人上吊,就像三分線走,福田跟上來時才用大招。 今天我們來懷舊一下,看一場魚柱柱的比賽吧。 清田雖然已不能像以往得分,但是他的防守力依舊很好,能夠對球隊做出一定的貢獻。 還未訂閱我頻道的朋友,記得訂閱和按下右邊的響鈴,就可以收看更多灌籃高手的資訊。 現在很多魚柱都會用投籃封鎖,彌補速度上的不足。 這短距離接球跳難道高,防守球員也很好反應,但是目基本上不需要防守魚柱,早已站在籃底下等候清田。 鏡頭位置用不到擋拆,但赤木舉手要求,用他的碰撞體積阻礙對手,效果有一點撕按了擋拆一樣。 跳扣在雙塔下很易封下來, 清田用了跳步做假動作,接球後用後撤步投籃。 三井這一球也很精彩,轉身後向前走一步看似要上籃,然後接後撤步投籃,就沒人跟得上來。 這一球三井太精帥了,還未擺脫反守球員就雙後撤步投籃。 是以為開了大招,就變成了超級撒啞人嗎? 三井開大後在三分線內接球,防守球員一左一右,站在三井和三分線中間,分配好就能跟上他了。 櫻木和三井都用了跳防,籃下的赤木被迫走出來幫忙補防,清田把握機會跳扣入球了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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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清田用跳步跳過了櫻木的擋拆,把三井封下來了。 這個陣容在赤木幫三井擋拆時,需要櫻木跑空位嘗試接球,不然五人圍著三井跑,三井根本無法射球。 赤木跳了魚住的扣籃,其他防守球員就要有防守攻框的意識。 我朋友對位櫻木是有一個口訣的,就是真男人忍住不跳。 進攻時間還剩下11秒,但櫻木用了一個自殺式扣籃,大大影響了士氣。 OK,就要把錢拿出來。 好,好,好,好! 好,好。 我是你豬我豬。我不懂說國語,做一個視頻花上了很多時間。 如果缺少了你的一個Like,我怕我會支持不住了。下次見。